中华儿女的心中流淌 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塔地 和肆意践踏她的侵略者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干洒热血 前赴后继奔赴反侵略的战场 那些深陷淋雨的革命先驱们 面对死亡的威胁 依旧乐观憧憬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依旧热情殴割着祖国母亲 听 先烈方志敏 在她的一作可爱的中国一书中 这样写道 朋友 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 只因她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 弄成贫穷一级 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 将自己装饰起来 甚至不能买块香皂 将自己的全身洗擦洗擦 这真是我们这些做孩子的不是了 不错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狼破碎 国壁民穷 但谁能断言 中国就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 不 绝不会的 我相信 中国一定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中国在战斗之中 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 肃清了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 得到了自由与解放 这一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 朋友 我相信到那时 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欢乐将代替了悲碳笑脸 将代替了苦脸富裕 将代替贫穷 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明媚的花园 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这时 我们的民族 就可以无愧地立在人类的面前 而生意我们的母亲 也会最美丽地忠实起来 与世界上的各位母亲 平等地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 绝不在辽远的将来 而是在很近的将来 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 是的 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 朋友 假如我还能生存 那我生存一天 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 假如我不能生存 死了 那我流血的地方 或者我买骨的地方 或许会长出一朵 可爱的花来 这朵花 你们就当作是我 京城的寄托吧 在微风的吹风中 如果这朵花 是上下的 那就可视为我 对于爱国知识们的热忱敬礼 如果那朵花 是左右摇摆 那就可视为我 在提劲唱着革命之歌 努力战士们 前进了 亲爱的朋友 不要悲观 不要为哪 要奋斗 为了我们伟大的 可爱的中国 持久的 艰苦的 奋斗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